台糖猪肉验出瘦肉经西部特罗风波持续不断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餐日前表示 想找台中市长卢秀燕吃锅挺国产猪肉 卢秀燕也回应表示可以安排到台中吃锅 对此郑文餐26号又再度回应 会让幕僚与台中市府联络 同时也在强调 目前只有台中食安实验室这块猪肉验出 喊西部特罗 不管用什么方式表达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挺台糖挺猪农 那我们本土这个优良安全的肉品 应该得到支持 那这个事件专家会议会做成调查报告 那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西部特罗有流向这个畜牧养殖 最后的报告仍然要等到调查的小组的结论 而近期的食安问题除了台糖猪肉验出西部特罗之外 还有还有致癌物苏丹红的中国辣椒粉 流向全台 是被外界批评食药署动作太慢 没有及早拦截 这也不能这样讲的因为这个苏丹红并不是一开始的话 就是我们百分之百的抽批的一个部下 那当然没有抽中的就会有一些是弄我之一 那至于说它之前因为没有百分之百抽批 所以它会有流到这个市场上面 所以我们利用追溯的这个机制 那去找出来说它卖到哪里去 学热源表示目前人在追查当中 而针对边境检验一直都是按照标准流程 以针对21家违规厂商商品下令禁止进口三个月 原新闻总部大司机无论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